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腿 今天一樣要來分享三國志幻想大陸的遊戲資訊 我們今天主要是想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個人認為是所有玩家都一定要練的幾隻重要角色 說算到了大後期也不會被淘汰 基本上就是絕對不會吃虧的那種 那影片開始之前 後台數據告訴我說目前還有將近七成的觀眾沒有按下訂閱 再麻煩各位大大們幫幫忙啦 首先我個人要推薦的第一隻角色是曹操 那他在隊伍的搭配上 可以放在控制型的髒水流 或是前期的呂布婦女隊 雖然在打架的部分未來有被取代的空間 但我很推薦他的主要原因是 奇特挑戰跟武將試煉這兩個輪替型的獎勵活動 這兩個活動每個月都會各開放一次 然後每次都有三個關卡 會依照各自刷到的分數來領取不同的獎勵 而曹操就是這個模式中常常會用到的重要角色 那我個人會建議 如果你們不考慮讓曹操上場打架的話 練度方面其實只要練到五星就好 不用覺醒也不用準備換武 雖然五火石可以讓怒攻的效果增強 但後期通常是打太快 所以基本上五星就夠用了 接著第二隻要推薦的角色是王毅 大家都知道王毅身為基礎阿卡 要練到五星非常簡單 但重點是他不是打架還是活動 要上場的話 還是必須要五火搭配三開換武才行 那在隊伍的搭配上 王毅可以很好的跟各種 滅對與切後隊發揮出相當驚人的效果 雖然在非衛國上效果會沒那麼好 但在純衛的體系中 就算是其他伺服器 目前也還沒有出現比他更出色的人選 不過我會推王毅主要還是因為奇特挑戰跟武將的試煉 這樣活動他的出場率相當高 就算是到了大後期也一樣 因此可以的話 我會建議盡早入手無火搭配換武 接下來第三隻是劉備 他在隊伍的搭配上可以走髒水或是蔣尾體系 但是在換武開放之前 怒攻的命中率相當低 只有15%而已 所以如果要培養的話 我個人認為可以等到CH2開放換武之後再上無火就好 但支援夠的話直接上也OK 至於奇特挑戰跟武將試煉 他也有很不錯的出場率 而且尤其是關卡有董白的情況下 沒有換武劉備就相當難拿到高分 接下來第四隻是袁紹 他身為基礎SR卡 練到五星的時候其實就已經相當好用了 不過如果有三火或是無火覺醒的話 在奇特挑戰跟武將試煉中 都可以有更高的出場率 甚至是三合Boss跟軍團魔將 他能發揮的效果都會更加強大 所以我個人是相當建議可以盡早上到無火的 至於打架方面 只有早期的婦女隊會使用到而已 後期基本上沒有出場空間 最後第五隻是大橋 他在隊伍的搭配上 可以只有旅橋追擊或是女團 雖然這兩個隊伍在台服的環境中都不算強 但要使用還是可以上場 當然我會推薦他的主要原因是 目前各種刷分活動中 大橋都算是還蠻關鍵的重要角色 不過重點就是 必須無火搭配三開換武 所以我會建議等到CH3開放大橋換武之後 再培養即可 那以上這些角色 要入手都不算難 我會真的很建議所有的玩家 組好第一個隊伍之後 注意是組好第一個隊伍之後 就可以開始準備上面提到的這五隻角色 尤其是無課或微課這些資源沒有那麼充足的玩家特別重要 因為就如我前面所提到的 奇特挑戰跟武將試煉這兩個活動 一個月會登場兩次 名次越好可以拿到的獎勵也就越多嘛 所以這樣在資源的累積上也會比較快一些些 當然以上這五隻角色 我認為是所有的玩家都要準備的 不然在刷分的活動上 就注定會比其他人還要來的困難 那希望這支影片有幫助到你們 我是推我們下次見 掰囉